親民黨最後這一張總統門票到底要給誰 是柯P嗎 是郭董嗎 還是 宋主席要老帥親征五度五關 鎖定這個禮拜的帶風向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昆鋒 歡迎加入這個禮拜的帶風向 哎呀今天我們這個 忘了帶扇子 不過沒有關係 我還是可以刪喔 為什麼呢 我們這個環保 用一下 iPad 來看一下這個禮拜的平安點民調 欸 藍綠對決的態勢 大家看 這第三勢力 到底還有沒有搞頭呢 其實我們要看的 觀察到 10月之前 這個禮拜比較讓人家覺得驚訝的 一件事情是 欸 王院長似乎放棄了嗎 他不是說要參選到底 可是眼看最後一張親民黨的門票 似乎沒有要給他的意思 這王院長在立院要發表一個 可以說他在立委生涯 最後一次的總質詢喔 不過呢 大家也覺得有點感慨啊 所以我們這個禮拜 帶風向 吹著濃濃的懷舊風 當然不是說政治人物 年紀大跟年紀輕有什麼好或不好 年紀嘛就是個數字而已 重要的是他從政當中有沒有秉持初衷 他堅持的價值 以及呢 為人民所做過的事情 大家對於一個政治人物喔 他要離開政壇 難免覺得說有點感傷 那為什麼說吹懷舊風 另外一位 哎呀 親民黨的門票剛剛說到啦 到底要給誰 這個禮拜的品觀點 民調我們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親民黨推薦的總統參選人支持度 登登 黨主席宋楚瑜自己拿下 百分之十三點九 倒是柯P喔 大家對他還寄予厚望耶 百分之二十點五 另外 王清明院長拿下了九點九 沒有意見的 都不支持佔了五成以上 可能大家覺得說 哎呀 這親民黨的家務事嘛 但說到了這個親民黨的門票 其實啊 有資格提名的兩個黨 一個是時代力量 一個是親民黨 不過呢 時代力量在很早之前就說他們這一次呢 是不會提名總統 但是呢 要挺誰似乎也沒有說清楚 講明白 來民進黨打著台灣團結 要團結所有的第三勢力的時候 在這個禮拜 微妙的變化是 黨主席 卓龍泰也說 他觀察到 柯文哲是不是跟他們漸行漸遠呢 換句話說 柯P不管在哪裡都喊出了 三黨不過半 雖然三黨不過半 從823的柯郭王 最後合體不成 到現在呢 還加入了老宋一起來升旗 這裡頭大家當然各有盤算 我們說小黨為了就是生存 尤其第一次 要參加這個政黨票的投票 其實民眾黨可以說有備而來 區域 現在陸陸續續發表 但是呢 在不分區方面 雖然名單還沒有出來喔 可是呢 兄弟爬山 畢竟各自努力啊 我們看到尷尬的是 親民黨的門票 居然很多民眾認為 這就是要給柯文哲啊 那老宋情何以堪呢 一句 我準備了 40年 40年 嗯 他開始準備的時候 我大概只有3歲而已 好 不過這沒有關係啊 對不對 從一而終 堅持一步一腳印 其實喔 放眼政壇宋主席呢 可以歷經過幾位總統 包括了蔣經國 包括了李登輝 然後呢 阿扁總統 馬英九總統 到現在蔡英文總統 其實呢 已經經過了5位總統了 那他不屈不勞的價值 也為我們這個禮拜 吹起了一股懷舊風 當然不是懷念他第一次選啦 2000年他跟阿扁可以說是 戰到一兵一卒 04年他連宋沛 是最有希望的一次 不過呢 那一次還是沒有成功 隨著後面 包括他參加台北市場選舉啦 包括參加中央的總統選舉等等喔 每一次他的政治上的這個堅持 以及他的目的 當然都不一樣 16年他拍的泥巴廣告 哇 讓大家覺得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那個時候 他也成功的 喚起了大家什麼 舊舊親民黨 所以我覺得宋主席喔 他的一舉手一頭竹一說話 都充滿了 疾風啊 那你會覺得說 這一個 渾身上下都是政治細胞的 這位政壇前輩 究竟這一次會不會 五度五關 講五萬呢 或許在之前 大家對於說總統敬竹的這條路上 並沒有特別的想到他 而那個時候他人也還在美國 不過隨著唯一的這張門票 我們看到 這一次喔 評判點評調所做的政黨支持度 我覺得親民黨要加油耶 為什麼 面臨民眾黨的瓜分 只剩下 保一大作戰 而時代力量也好不到哪裡去 保二大作戰 這一一二二 當然你看到了 民眾黨比較厲害喔 他們的政黨認同度呢 有4.5 但是在政黨票 卻可以衝到6點多以上 接近7代表說他呢 能夠成功獲取其他第三勢力 或者是中間選民的 眼球認同 這當然也是柯P 他的所謂啊 創造議題的能力 非常的強 我認為 宋主席親征的意義呢 可能還是在某個程度上 會比較重 為什麼呢 第一個 以藍軍來說 不管國民黨 甚至遠在對岸的北京當局 認為說 韓國瑜現在地板在25到28 卡緊了要趁勝追擊 所以呢 經不起任何變化 當然不希望這張選票 送給大家 最認為最該給的柯文哲啦 那對於綠營來說呢 蔡總統如果現在呢 站在天花板是40 不想往下掉的話 哇 柯市長可是有牽動淺綠選票啦 淺藍選票的能力 這一動一進 會不會就讓韓國瑜給追了上來 這當然是蔡總統所不樂見的 換句話說 不管站在藍的一邊 不管站在綠的一邊 各有盤算之下 最不希望就是 宋楚瑜這張門票 送給柯 這個柯市長 不過呢 宋楚瑜也講了 這張票呢 絕對不是代價而估 我想 應該是一張政治的無價之寶 怎麼樣發揮 親民黨 最後 這張 這個 所謂 總統門票的 極大化價值 或許我們還可以繼續 觀察下去 但是畢竟是泛藍啦 你看到 柯市長最近一些發言 當然 慢慢的在光譜中 他想要吸取藍軍的選票 頗有啊 第三勢力 新共主的整合態勢 那藍軍怎麼辦 一旦往 淺藍 或往藍色這邊靠的時候 民眾黨的光譜就會把 國民黨 繼續往右壓縮 壓到新黨那塊去了 國民黨未來面臨 新黨化的危機嗎 韓國瑜又怎麼樣 能夠在這一次的 這個選戰當中 28 緩步上升 甚至突破30 追上蔡英文 我想 以後呢 大家會看到 在韓國瑜 組織地面戰之後 陸陸續續 將會跟蔡英文 斷兵相接 至於韓國瑜如何逃出升天 下個禮拜繼續鎖定 帶風向